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蓝场Vivo刚发布的X100和X100 Pro的ID视频 由于我们的测试正在进行之中 所以本期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它的设计语言 图片之前大家在网上都已经见过了 这次应该是有四个颜色 我们这里是集齐了五台机器 一共有三种颜色 只没有那个黑色 其他的就全部齐了 包装盒方面 跟之前是差不太多的这种方形设计 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圆环 X100这边手感上面肯定是小号的会更好一些 基本每个系列都这样 这次全序的设计语言叫做日月星环 我们先来看这个月亮 也就是X100 白色版本官方名字叫做百月光 挺得注意它不是AG磨砂工艺 它是一个纯亮面的 表面我感觉它应该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所以这机器看起来 尤其是灯光打上去的时候 有那种雌质的感觉 之前X90的时候有一个小彩蛋 就是灯打上去的时候它有个六芒星 这个小龙书上还小火了一波 这次X100我们也专门试了一下 点数比之前还多 应该是12芒星 它是有一点淡淡的AG磨砂工艺的 而且它的镜头模组突起的 我估计也就一毫米多一点 标准版镜头的这个外圈是月环的设计 它还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右边 就是左边这里要窄那么一点点 而这次X100系列的两个主打座 日落城和星际兰 从这名字也能看出来是和日月星辰有关 日落城如其名就是日落余晖的橙红色 水过的立体纹路看起来有点水面轻微的连衣感 星际兰在背板的部分是星轨一般的纹路 其实它并不是印上去的 是利用光刻工艺石刻出了上千条深浅不一的纹路 它相比运刷这种光刻让反射的光线更加灵动立体 如果线下有机会 大家可以去实际上手感受一下 尤其是灯光从侧面照上去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我们和Vivo也专门了解了一下 它为了实现这种效果 它光刻的精度要达到一微米以上 细节上今年各家的风潮是巴黎世丁 Vivo选择了类似但是不尽相同的太阳纹工艺 就是后摄DECO的外圈 有一圈类似老爷爷是手表表圈的纹路设计 这个纹路我们还专门了解了一下 它是最早出现于1926年老列式发明的豪式手表上面 这太阳纹就是为了方便拧紧这个表圈 确保防水而设计的 随着豪式外表的出名 以及工艺和技术这么多年的进步 这太阳纹就演变成了设计风格 现在这个装饰作用肯定是大于实际作用了 大家可以走一下 月环的这种设计是1 之前的X90这种缎带设计是2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白蓝对比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白色的 白月光加上月环设计 我觉得更相衬 然后就是这个100 Pro 除了蓝色的和X100是一样的 然后Pro这边落日橙色 它的这个素皮其实和之前我们体验 iQOO的那个有一点点类似 iQOO那个是斜着的 它这个是横向的 有点那种水锅的感觉 它在表面也是做了一层 就是把素皮又给包了一点浆 做了一下高亮 所以初上手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它有一点点塑料感 但是稍微用一段时间我估计 这个亮度会磨下去一点 应该就好一些 这全系列提醒大家注意前后都是双曲面的设计 Pro这边就是日环了 日环这个就是全对称的 这个圆环至于这个玻璃模组上面是窄一些的 下面是宽一些的 取自于日月星辰的设计 其实也经常出现在Vivo的设计员里面 就比如说之前X90系列的时候 Vivo表示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晨曦出照时的蓄日 这个摄像头下方的那个断带 那个横条就是带直的天际线 如果再往前翻的话 在NEX3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Vivo表示它这个灵感的来自于 充满神秘的宇宙级银河 当时这个后摄起名就叫星环影像系统 其实在那个时候Vivo就使用过圆形的后摄DECO了 从之前各家算是各有千秋的设计风格 到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 最终都回归到了圆形 在后摄占余面具越来越大的道路上 算是殊途同归 毕竟更大的后摄面积 对于这设计确实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感觉这设计师们都是在带着镰铐跳舞 完全想要做到不同确实是非常难了 能在方寸之间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设计语言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X100标准版的这个月环 在不考虑外圈的情况下 它其实并不是居中而是偏左一点的 感到有一些强不正的小伙伴可以扣布一 并且这个内奥的设计确实很容易藏物大够 我们实测了一下也并不是特别好擦 算是有的有失吧 不说这边的镜头凸起肯定就比较多了 从侧边看过去的话 标准版如果是一层的话 Pro基本上是三层 它下方的这个玻璃其实有一个热弯的工艺 是向上凸起了那么一点点 侧边看过去的话有一个视觉上的简包 然后就是它不锈钢的这个日环 再往上它的镜头玻璃要再来一层 然后全系的镜头玻璃都有一个微微的2.5D的设计 在标准版上看的是比较明显的 在Pro版上因为它为了保护这个玻璃 外边做了一圈小小的凸起 所以这个2.5D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个蓝色版我们特意找了两台 仔细对比了一下它这个星际纹理 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不同的这个地方 之前断带上的这行文字是放在了镜头的正下方 Pro这边要稍微的重一些 素皮版是221克 玻璃版是225克 它的厚度是8.91毫米 当然素皮版超过了这个9毫米 标准版这边不同的版本是8.5毫米左右 OK我们转到正面 这次标准版和Pro屏幕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边框上面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OK本期就是一个简单的ID视频 大家期待的所有数据 我们全部都在实测之中了 这次我们两台机器全部单独进行测试了 大家可以关注小白测评频道 后面会上它的详册 OK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对你产生一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点个赞特别感谢 更多人的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我所有观众里的视频 不过来的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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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